看一下咱们这个实现步骤 由于开始我讲课的时候总是说领你们一点点粘代码 这样的话太磨叽了 有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吧 自己调矮浪费时间 所以说在这我就直接就是粘代码 然后讲代码就完了 直接把这个环境准备好 那现在呢就是咱们看第五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实现步骤 首先第一个就创建一个DAT表 就是这个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张表 简单出去这张表 把它直接扔到这个Oracle里边 然后转一下 然后让Oracle里边有这张表就行了 然后具体的Circle呢 我就在这了 在这 然后直接我就连一下这个Oracle 有这张表就行了 Table 在这 那这有一个这个CheckDate No Query 写下 这里边呢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当然这张表就是我的这个数据原始模型 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咱们这个数据中心里的这张表 OK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我这有一个这个C-Net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咱们把它当成一个这个站点就行了 你把它当成这个就是数据来了 然后我去扫描出来数据 然后传到这个Net的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Oracle这个服务器 就是这样 那这个代码呢 我已经写好了 咱们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 其实呢 就是这个 C-Net Server 然后呢 这个代码呢 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其实也并不难 其实呢 我做的一个什么事啊 首先 我要传什么数据 就是Request GetResponse 就是说你的请求与享用 那请求数据呢 咱们做数据交换 肯定得定义一些这个数据交换的这个规则啊 那无论是说你用自信协议 还是用这种 就是如果两端都是Java的话 你可以用Java的一些序理化框架 比如说Deboss的这个Mashaling啊 那我经常会用到这个Deboss的Mashaling 或者你用这个K-R-V-O 这个框架 用Java都可以去做这种序理化的啊 都还可以 性能都不错 如果说你想去跨语言呢 那我建议你 简单起见 你数据量不大的话 你就用Jason去做 如果大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Google的这个Proton Buffer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序理化 就是啊 这一些序理化框架 可以去做跨语言那种啊 不说了 然后你看我这个就是 这是这是我这个Request Data 就是说我请求啊 我要传什么样的数据啊 就是相当于数据 给给我这个中心服务的时候 他接什么样的数据啊 在这都已经描述好了 其实就是那张表吧 就是那张表 然后呢 这个Response 响应 响应的话 我就给他这个几个字段 你看我这其实写的很简单 但真正的业务的话 肯定是挺自家的 那我这就给他一个这个主件 就是CheckNO 就是检测单号 CheckNO 检测单号 是否成功 然后还有这个信息啊 那如果我说Flows就是不成功 然后给他这个给他个异常 就比如说这个啊 由于什么原因不成功啊 你得告诉我这边那个 就是具体站点 然后我站点那边呢 根据你不成功的这个 呃什么type 类型啊 去做后续的处理 比如说断网的话 OK那就OK 那我就不管了 或者是 但是你要是数据长度有问题 数据这个介绍有问题 那你得自己去想一下办法了 所以说这种 想象成功失败的状态 必须得有的啊 那就是一个请求 一个想象 咱们在这 介绍都对你好了 然后呢 再看 呃 我这有一个这个entity啊 就是说 这个是Protocol 就传输的这个协议啊 传输的这种规则 是按照什么样的数据去传 所以说我在这写在这儿哈 但是这个check data 是咱们真正的这个 中心服务的那张表了哈 它是一个实体类啊 那张表 然后呢 这表写完了之后呢 我这里边有一个 嗯 mapper 你可能看了哈 里边可能就是一些 insert的方法吧 这个 你看眼 这个xmail就行了 基本上啥也没写 就一个什么insert 一个up data 一个这个updatesingle 这个方法啊 就是 如果说 就是同步成功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single 标识制成1 哈 然后找到指定简单号就行了 如果 同步不成功呢 默认的就是0 就是 这就是0 这也不说了 然后呢 这有一个这个netty 这netty client handler 看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呢 我们应该 我就是模拟 我就通过这个web浏览器 去指定 这里边 有一个 有一个啥呀 这里边有一个index界面哈 index界面呢 然后这里边要传进来一个count 那我这就模拟批量的去 就是过来检测数据嘛 批量来数据 那这个 其实它是跳到这个index界面的时候 然后 再输入一个count值 然后再走到这个sand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看一下这块吧 嗯 我这写的也很简单哈 稍等 你看 很简单 就是3.7L 哈 然后post 然后呢 里边来个 你随便来个值吧 你传十条 传一百条 这都行哈 然后一点summit 就发送了 那这个具体这个count值呢 肯定就是 就是走到这个3.7L方法了 然后从这里 进来了 然后首先呢 我去获取 连接实例 是不是啊 client端的getinstance啊 直接获取一个实例 然后呢 就是getchannelfuture啊 其实这种东西啊 你可以写成这客户端多连接的方式啊 就这个都无所谓啊 就比如说你一个客户端可以同时连接十个啊 连接十个channel 可以并发的这种去做啊 这这都行啊 那你自己写一个连接池啊 就是都把这些instance给我扔到这个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连接池里边自己去模拟 这个太简单了啊 OK 不说了 然后呢 这里边呢 我这个数据啊 就当是生成的吧 就可能这个进来一条数据 我直接就通过一个方法 这方法我记得当时写的时候 给我写累够呛啊 因为太难写了 你看我这方法怎么写的 它叫做genery.benchadd 你这里边传一个识 我就随机给你生成十条数据 然后就是这意思 那总之这块是相当于先持久化入库成功了啊 OK 现在持久化在数据库里成功了 那你看我这个方法写的 就是你想想都头疼啊 你看我是模拟的真实数据啊 所以说我这有一个这个service 然后这里边站站站点ID 可能有这么这么设备ID啊 然后这边是站点啊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ID 然后你看我这都是随机的取的啊 这里好多ID嘛 这是设备ID 然后这是站点标识啊 这是站点啊 这都是真实数据 然后车外号 我就随便找了几个很多个啊 其实我当时准备这个花挺长时间的啊 就自己去模拟的啊 然后chess啊 这里边好多好多数据 然后车辆类型是吧 车辆类型也有很多种类型 我暂时就写这几种 轴数啊 它有两轴三轴四轴五轴六轴七轴 一直到九轴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呃 这种常量啊 还有这个随机变量啊 然后就是总之 这个类啥意思呢 就是就是想通过这些给我设定好了的值 生成一条数据啊 我希望每次生成的数据都是真实有效 跟咱们那其他那几张表都是真正有业务关联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站点标识真实存在啊 就这意思 就是有有有有点意义的数据 别弄垃圾数据啊 然后这是随机什么车贷号啊 就做的一些操作 然后这个什么随机车辆类型 随机轴数啊 做做什么随机这个超重的这个量 怎么怎么来说一堆啊 然后最终啊 检测时间 这这些 这都是随机的 你自己看吧 最后advance 就是那个bench add 那就是 按照你给我传进来这抗的个数 我去给你new一个这个 date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数据模型啊 就相当于class 然后去进行一堆set set完了之后 最终呢去 就是放到list里啊 放到list里 然后就返回了啊 当然这个也是insert啊 就走这个insert的 我这个有 就是尊专改查的seql啊 这个 我这个用的是买betis是吧 所以说就是 这个insert的方法 可能掉的就是那个里边的mapper了 ok 就是这样的啊 然后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下测试 你看这随机生成的都是什么含义 我这注释都有了啊 当然写这也花了 就是一上五啊 才设计好啊 这这时间就好了 那总之呢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数据 就是入口啊 就是数据怎么来啊 但是呢 咱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这个 nete里边这三个还怎么做的啊 像这个你都不需要关注了啊 无非就是掉一些mapper mapper注入进来 然后做一些事啊 然后呢 主要就是这个nete这几块啊 首先我有client 这client呀 我其实写死了哈 你看我都是绑定的这个 因为因为我在本级做测试嘛 那一会呢 我会把这个nete服务呢 上传到这个 我的这个181这个服务器节点上 我gps一下啊 嗯 我看一下cd 这个date cd 嗯 我看一下这个是啥意思 可能失败了啊 gps 这里边这个 这里边这个 这个 这里边这个炸包可能没运行 我试 我试一下哈 嗯 dete get.s 就是dutch 我看一下能不能执行 gps 不执行是吧 然后具体什么原因报错呢 我也不知道 嗯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哈 所以说呢 我 这里边啊 原先可能有一个这个logs 我没有去给它 这个log4g这个文件夹可能不对哈 叫做logs 刚刚这个logs 诶 这怎么没有呢 我建个文件夹吧 我在这先看一下哈 叫make dr 然后叫logs 好 现在有logs了哈 cd到 我现在再执行一下 start 哈 然后这个cd到这个logs里 诶 这没有 啊 稍微停一下吧 我看看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它没有去给我 嗯 把这个炸包执行 啊 稍等一下 OK哈 那个原因找到了哈 其实这个是我之前 那个在我另一台机器上 很久了啊 写的 然后这个 这块这个gdk啊 这这写的1.8 但是我现在这台机器啊 写的应该是1.7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导致它没有去抛出那个 嗯 没有去 那个那个炸包啊 那个炸没有去执行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还是由于配置原因哈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上面这块 报了一个这个 class not font 就是3的 这个sauce啊 这里边connection 它没有哈 所以说那还是一个 这个数据库的原因 然后呢 这个 我的这个 之前这个就是configuration 哈 这块 那我这个地址啊 是203啊 所以说在这 我之前这个是200 所以说也会报这个错 然后把这两个小问题 修复好 然后咱们就重新去 提交到这个 提交上去 就可以了哈 它这里边怎么改这么多呀 这是什么原因 提交一下吧 先 嗯 我去 好了哈 差不多就这样 嗯 然后就等着 它给我重新 那个就是编译打包部署 我一下 然后给我重新来一遍 啊 等着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稍等 好了 它现在已经在这个 对列 这个任务对列里了哈 等着它给我去 做这个编译 这个事 OK啊 那这个它一会儿就通过了哈 然后就就正常能使用了 这个我就不看它了 然后咱们再往下去呃 看一下这个呃 之前说的那个 就这块哈 这client 首先说一下这个client端 这个是cnet 也就是相当于咱们那个 就是那个站点 那个那个那个服务器哈 那这个net这代码 我就不用过多解释了哈 只不过我这里用一个这个单例哈 直接就是启用一个单例哈 去对这client 当然你可以不用单例 你可以用多例哈 这个都可以 可以创建多个哈 然后放到一个这个缓存池里 然后我之前 把我这个 发布到 把我这应该发布到这个 呃 181这个节点上 所以说这我应该连的是 192 点168 点 1.181哈 那这个东西呢 一般你应该想配文件里哈 你能改方式 不能改代码哈 但是我这个就是写写图省事了哈 然后如果说 那个 他连上181了 肯定会打印这边这句话哈 可以进行数据交换哈 就是远程服务器就连接哈 这块 肯定会打印 然后呢 这个动口号是8765 然后这就OK了 下面这方法就是一个这个 get channel future 还有一个这close 关闭的方法 这也不说了 然后呢 就是client handler 那这会就更简单了 client handler无非就是read 这个read什么呀 就是读服务中心服务器 给我的这个 这个response响应呗 是不是啊 那我这个代码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 找到这个 check date service 那这是我当前的 自己这个 就是站点这会的service 然后这个响应是这个中心服务器给我的响应 那我只需要判断它是不是一个success 如果是success 那我就更新一下啊 更新一下这个check number啊 然后呢 再啊 我这打印一下说这个同步成功啊 就可以了啊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 它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啊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mashaling这个decoder 这就不说了 嗯 OK 那这就是一个cnet的一个这个程序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 呃 这个datnetic啊 这个呢 是一个这个服务啊 但是这个服务啊 我也是没有去做成就是跟double啊 去就是 我也没用double 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服务嘛 那它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pom.smail 像这种东西 你就没你就你做成double就没有意义了 它本身double底层就是nete 所以你要用nete的话 你就是就就干脆就nete 那跟double就没有办法的关系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这最终打的是一个这个炸包啊 从上面你就能看得清楚啊 是一个炸包 那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应用啊 然后呢 就是也是加入了一些什么呀 啊 一些这个sprint啊 因为它也是需要访问数据库嘛 所以说呢 就是应该有一些DO交给这个sprint去管理啊 那这个就不用做过多解释了 然后这个是咱们中心服务 那提供的这个protocol 那肯定是跟这个 站点那个protocol一致的 所以说那这个 对于说这个protocol这块 request response必须得是一致啊 这个就不用说了 然后呢 DL呢 这个DL无非就是做一个 你要知道啊 全部叫分层啊 就DL 别的事不干 咱们就做数据给我 塞到数据库里就可以了 那业务呢 我这也都是放到nety去做了啊 首先呢 我这个nety里边啊 有一个这个nety server 这个nety server直接就是启动了嘛 直接就启动了 然后这里边一些参数配置 你都可以去配置到这个配置文件啊 然后呢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就绑定了这个8765这个端口 然后就启动这个nety服务器 差不多 然后再往下看这handler 这handler写的也很简单啊 咱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handler呀 你看我这怎么怎么去做的啊 叫applicationcontext.factory 那我这个getcontext 那这个是啥呀 我看一下啊 那这个可能在 因为我在nety里边 我要使用这个 这个bin 所以说呢 我得去获得这个sprint这个全局对象 那我这个呢没有去 你会发现啊 我这个 这个这个工程下面 没有任何的什么这个webless mail 也就是说它启动的时候 完全是依赖这个sprint context.fmail 那怎么启动呢 无非是这样的 就是 这有 我记得有个man函数 在这 有man函数 这个man函数 无非就加载一下 加载一下咱们这个sprint context.fmail 然后加载的时候呢 会走一个这个listener 还记得吧 就是像sprint我就不扫忙了 会有一个listener 因为我这个呀 他会这个注入进来 是不是啊 sprint他在接下来的时候 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直接就是 把咱们这个event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就是这个 最大的这个application context 给它set到这个application context里 那这个application factory 那就是相当于这个 它是一个工厂嘛 就是通过它可以拿到application context 那这块就是上面这个实现了 就是 就这块啊 就是获得一下这个application context 如果说没有的话呢 我就重新new一个 如果有的话呢 呃 就是直接返回就行了 就是直接resist就行了 然后这是set和get方法 很简单 这个类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net handle里边 就是获取了这个上下文变量 然后呢 sprint上下文变量 然后呢 找到这个dlo 然后去做 啊 处理 处理 那对于这个咱们中心服务器来讲 那 呃 这个是res 这是response 响应 那request就是在这儿啊 就是 怎么去给我传过来的啊 这是request啊 request date OK 然后呢 我们这块就是返回一些说 如果呀 你要是不存在的话 嗯 这这个是exist存在哈 那加感大号就不存在的话 那我就直接insert 如果存在呢 那我直接进行update操作啊 然后打印点内容 是不是 说这个中心 中心这个服务器 已经收到了这个数据了啊 然后呢咱们再把响应给它写回去啊 那基本上就是set一下这个checkNO 就是你之前写那成功一项数据的这个NO Number是什么 然后写一成true 然后呢 数据交换成功啊 OK 然后最终把这个ret and refresh 给它冲上来回去 然后至于说 如果说抛异常了 exception了 那你就写这个checkNO 然后false 那这里边其实你可以加好多response定义 比如说你错误类型是1是2是3 那都有不同的这个含义的啊 OK 这都可以的啊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哈 就已经把这个整个这个数据通信这块也简单说完了啊 主要就是一个double check啊 那咱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呃 呃 C90这个 里边也有一张表啊 C90里边也有一张表 咱们来看一眼 这表呢 我应该稍后呢 去把表结构发给你啊 这个在咱们这个mysicle哈 这个里边 有一个是数据库叫tmallon啊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date啊 那我这里边是空的哈 我暂时把这个表结构 嗯 就是dl 我control C 我粘一下 我把这个数据结构啊 直接给你发过 给给给给你啊 别到时候你也说这个老师我没有数据结构 是不是 那这个不太好 我就放到vp一下哈 然后我建立一个叫做 我建立一个这个叫做docs的东西 嗯 然后里边来一个这个 这个 sell 咱们叫做 呃 嗯 叫做 table 点四口吧 好 充电一个数据文件 OK 那这个就是表结构了哈 这时候你直接把这个扔到这个mysicle里边 执行一下就行了 嗯 好了那现在呢 咱们看到了哈 我们的这个 站点这块 这个数据也都是空的哈 然后只不过最后呢 他多了一个标识 叫async标识 默认的就是零 如果说同步成功了 这个才会被改成 一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哈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 直接呃 先看一眼 我刚才这个 他这已经success了哈 就是 咱们这个重新又部署了一下这个服务哈 就是这个netty这个服务 然后咱们这回呢 去看一眼 咱们的这个 啊 log catalog 嗯 他可能读的比较少哈 那我就是 tel 杠F杠N 嗯 比如说200哈 然后呢 这个日 他报错了啊 他报的错啊 咱们看一下吧 叫做阿里巴巴Dread 嗯 哎 他这报错了 就Dread的这个 class not font exception 然后再我们上找啊 Spring context 阿里巴巴Dread class not 没找到那个哈 没有定义 OK OK那这个问题咱们看一下哈 这个应该很好解决哈 可能就是这个数据员没找着呗 咱们看一下这个application context里边 嗯 我这个Dread的数据员 CNATED 他的这个POM 我看一下哈 呃 我怀疑啊 是我 呃 你看 你看看 原来是这个原因哈 sorry 什么原因啊 就是 三连数据员都没找到 就是啊 咱们这个Maven里边 肯定配这数据员了 然后也就是说 他这个打包的时候 没把那个 那个东西给我打进来呗 其实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 CD一点 嗯 你看 就基本上这个library里边 CD的这个library哈 我觉得他可能 应该给我重新打一下包哈 Ogdbc Abcd 我看一下啊 少龙没有 我看一下我这个哈 嗯 嗯 The Raid的数据员应该是 叫 应该在 我记得应该是